依据习俗,在腊八当天或前后,吃完腊八粥可以延年益寿 用米豆、花生、芋头、莲子、红枣等满满丰富的馅料入锅熬煮 佛光山极乐寺师兄们马不停蹄 这个礼拜每天清晨五点忙着熬煮腊八粥,要送给各机关团体 师姐们也很忙碌地分装分送,要让收到腊八粥的民众有满满的幸福感 我们很开心每年都可以吃到这热腾腊的腊八粥 那也非常感谢吉德市这么多的师傅们,志工们的一个协助 让我们每年都在这时段,都在这么冷冷的冬天能感到这么的温馨,那么的温暖 我们很高兴啊,一年一度的腊八粥又来了 我们教室分会呢,今年准备了1600份 跟很多的我们的会员的亲朋好友们结缘 吃了这个平安粥呢,一整年都会平安 那我们的金刚师兄呢,今天五点钟都来帮忙了 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很早就可以跟师姐一起来工作,非常开心 分送腊八粥的活动已行多年 助持在当天也特别与信徒开示 除了鼓励信众不只要念佛之外,更要了解佛法意涵 让善知识可以在每个人生环节中引领大家选择正确的方向 同时也说明腊八粥的由来 释迦牟尼佛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曾经有六年的苦恨 那后来他发现苦恨并不能就近解脱 所以呢,离开了苦恨林 那是因为修行的因素,体力不支 而卧倒在年年长河 那后来有一个牧养女,用了乳汁来供养释迦牟尼佛 喝了乳汁,恢复体力之后,他继续修行,终于成就佛道 那中国的佛教徒为了纪念这个节日 所以呢,用喇叭洲来供佛 那当然一方面也感念佛陀他的精进修行,成就佛道 一方面也希望借此喇叭洲加持,佛祖的加持 每一个人设这个喇叭洲能够平安,能够吉祥 除了分送喇叭洲 幸运大师在马年的末报,俊成万里 也分送给民众 希望民众同瞻伐喜,也让社会充满祥和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